七八不公 还我呗 民众党支持者上街头 举牌替柯文哲声援 陈群支持者从捷运站 徒步到土城看守所 不只民众党公职 柯文哲妹妹柯美兰也到场 柯文哲遭鸽满一个月 除了小草们宁静革命 妻子陈佩琪也打破沉默 脸书说出两张 和柯文哲一起访日时留下了合照 不同于先前宛如写作文般的长篇大论 陈佩琪直接端写下 很想你三个字 抒发想念丈夫之情 就看陈佩曲 洪国双汉 支持者们一起并肩而坐 但柯文哲的满月大力 可不是直走 问醒风 偏偏权在柯文哲遭激压满月前夕 爆出金华城遭扣押消息 有律师分析 以先前北市府两件 跟重大工程有关的土利罪判例 柯文哲难逃起诉命运 像是大巨弹案 马前市府财政局长李树德 被认定土利大巨弹30亿 判刑9年 美和市案 北市府连开处署长高嘉隆 遭判10年定业 北柬如新认为 金华城不法利益高达111.7亿 案情发展对柯文哲很不利 距离柯文哲两个月 积压起码已经过了一半 随着总统迹象 都不指向柯文哲 绝非对金华城案毫不知情 小嫂们依旧选择力挺道地 金华城案涉及土利 前科市府官员 从市长柯文哲 副市长彭震生等多人遭积压 连土地都被扣押 微经集团却没在怕 不给市公勘验 会发函法院和法院来确认 是否要停工 是否勒令金华城停工 讲完交由法院回答 现阶段不予勘验 IP消极 尤其罚款金额也被认为 对建商骨痛不痒 因为根据建筑法第87条 位移规定按时申报勘验者 可出9000元以下罚还 得勒令不办手续 换言之金华城就算应该之后 叫钱不勘验就好 这个动作是假动作 是自保的动作 法院一定会回答他们说 请你们依相关法律权责 自行依法处理 新政权责本就在北市府 连自家人都对蒋市长作为难以接受 但若真的要求停工 金华城广场 恐城停摆8年的大巨蛋翻版 变成一个大烂摊子 既不能够说你停工 然后这个案子就死掉了 也不能说你停工之后 你就用这个换算钱的方式 把20%的容积率买回去 蒋市府重申 金华城弊案误网误纵 实际作为却是原底不动 停或不停都烧闹 无疑是柯文哲留下的棘手烂摊 柯文哲很快 这个鸡押时间也一个月了 没有想到 北检跟北院是联合送了大礼吗 北检申请说要扣押金华城的土地 重点是北院也准了 好 我们请教一下仁俊哥 那接下来大家想说 这看起来要看沈庆经的角色 沈庆经接下来会接受认罪协商吗 那沈庆经牵动到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会不会烧烧头想说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这个检方这次在征办金华城 这个案子里面 我真的必须讲 他用了很多侦查的这个手段 而且事实上看起来 现在越来越逼近核心 你记得之前 北检其实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这个柯文哲的律师或干嘛 限制月券 没错 我让你来看 没关系 但是你第一个你不准抄 第二个你不准引力 你也不能带走 我看你那个记忆力有多少 现在的最新的出招 是用这个贪污土利为理由 去申请扣押顶月金华城的土地 他现在估算价 这个估算价值是一百一十一亿多 那结果没有想到 北院这个地方居然裁定核准 那这里面其实我真的必须讲 现在北检最大要说服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其实老实讲就是北院 因为我任何的这个侦查作为 事实上对于北检来说 如果今天他送了什么东西 北院给你帮回 我跟你讲 民众党一定会说 你北检就是恶党 就是故意 就是亂弄 所以你看他其实这些东西 说服了北院的法官 而且你看不是只有这个而已 那证据就很重要了 还有包含到什么 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 不是阿伯进去玩了之后 他陆陆续续又开始这个传唤了不同的 这个不同的时间 传唤不同的这个证人或被告 后来陆陆续续也都申请积押 也都获准 代表什么 他的证据巩固越来越多 你知道好 但问题是你今天跟他说 我要扣押这个所谓的 鼎月的这个 这个金华城的土地 鼎月立刻就跳出来 鼎月开发就说 我收到裁定核之后 我就会依法 因为他认为他跟这个威京是不一样的嘛 是 但问题是这样 你都你这个神经金 你最可以做的 你就是上头买 买到子公司 不就买到孙公司 你这个投资人员也是这样 对吧 所以现在的第一个影响 就是鼎月现在说 我要提抗告 那抗告能不能准 这是一件事 可是对于台北市政府来讲 这个有影响 为什么 在过去一段时间 包含这个我们在座的这个小平议员 他们也都有要求 那你就金华城现在给他听公 对不对 你接一架就讲说 我们什么判决完了之后 不然就收到什么一审 不然就等到这个起诉 没有 现在如果 因为现在北院已经这个同意了 就说我可以扣押 现在北市府就变成就是说 我如果收到这些相关公文的时候 他要开始换他 我是不是能够直接要求你听 可是会不会有北院之后 讲官就可以硬起来 因为之前大家问说 你要不要听公 讲官也不自可否 现在有了北院的背书之后 讲官就说 我礼拜一就发行给法院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要停工 这里面其实当然也有工房 你知道吗 就是说如果我金华城都不停工 那也没关系 你不停工 你继续盖 我就不给你勘验 我不给你勘验 我就不会给你使用执照 这大家手段都在这上面了 你知道吗 好那问题来了 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 这个像小平议员或淑华议员 这些长期在关心这个案子里面 当然会认为就是说 你现在讲官市府 你说柯文哲 那边是一件事 你现在这边市府也要有所作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要观察 那你现在回来看 你看像这个有所谓 他就讲说北检 其实就是有提供 所谓的不法利益的证据 去说服了这个法官 可是我就讲 那个民众党想法 都跟我们都不一样 你知道吗 因为民众党都会讲说什么 他就说奇怪 你怎么就感觉 逼我们阿伯认罪这样 他就说你北检 就是自甘堕落 沦为政治追杀的殷权 但这次是北院准了 还要骂北检吗 我现在相信你绝对不是民众党的 因为你的思绪跟他们就是不一样 但我刚才已经讲了 你今天检方要能够说服的叫做法官 结果你今天 民众党现在比较就不骂北检 你知道吗 要不要骂谁 不是 现在不能骂法官 有什么 因为一审判的人是法官 你怎么把法官都骂下去了 你也知道哪个人去骂到 司法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 又回到这个大灾问 他已经很挣扎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他们觉得最安全的人家就骂北检 反正骂北检就对了 北检现在就是在正办 你不能骂沈静晶啊 你怎么骂沈静晶 这我等一下回答你的问题你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众党现在肯心眉眉 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骂北检 因为法官现在不能骂 不然一审的话给我信到 要怎么办 可是你可以看像苏培也讲 先苏培也讲说 那北院其实就已经认定这个二十八龙奖就是不法利益 不利益就是低效了 对啊 那所以这个二十八龙奖是不法利益的事情 其实也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过去民众党不是也开记者会说什么 没有啊 我们用什么二十五条二十四条 多少条 这些通通都是代表 没有啦 代表是法院的见解跟你也都不一样了嘛 那不一样呢 现在大家就在看说 老实讲北检现在侦办到这边 很多人都会发现到 原先最早不是有一个USB吗 里面不是有这个内容啊 那时候民众党不是在讲说 哪有USB吗 有卵木欸这样 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有啊 而且很多的这个内容跟进度啊 什么的都是在这个里面 看起来都是一个一个去突破 因为之前周刊有说 里面就像是不法所得一样喔 里面有说就像是政治现金的收支大全喔 或者是说 可能柯文哲把这个账的部分都记在这上面 因为从一个例子来看喔 他里面记载了什么 給高鴻安的這個所謂的這個選舉補助 他們有給的錢 然後還給了賴香菱 那那兩個基本上是黨部給的錢 跟柯文哲你有什麼關係 但他也記在這裡面 所以裡面搞不好 就是幾乎所有的金流 可能都在這裡面 還有一些額外支出 額外進帳 所以表示柯文哲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 什麼東西都要記在裡面 而且就剛好記在USB裡 所以被查的時候 也不想丟在馬桶裡 因為他上次拍影片 不是走出去之後還走回來 對 不好意思 忘記帶USB